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完成了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上周呢也给大家讲完了一个章总结 对吧 相信咱们学完到现在呢 对整章的内容掌握还是很OK的 那咱们上节课 也就是说上节的一位一课 给大家讲的是哪些内容呢 我们讲了胶宁材料 Y加记 钢材 还有咱们的土工植物 土工植物啊 土工膜啊 这些叫什么呢 叫咱们的土工合成材料 这四块的内容 那么其实这四块的内容呢 我们的集中考点仍然是以选择为主 我们汇出相应的按理题 但是按理题的点是比较突出的 主要集中到Y加记 它的一个应用效果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上节课 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提问到两个问题 比较简单啊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呢 是比较细节的点 需要我们学员要汇上节课的细节 而且还要学会总结的点 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 不能说不移用于征养混凝土 或者是啊说不移单独用于征养混凝土的 两个外加记是谁 还记得吗 引气 还有呢 缓凝 对不对 这个两个我们要注意了啊 那么这两个都和咱们的征养混凝土相关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学员在学习过程中 相似的点 我没有在讲一中给大家去呈现的时候 需要我们自己去总结 啊 总结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问题 比较简单 是不是啊 细节的点 那么第二道问题呢 也是比较简单 它就来到了关于我们土工符合材料 啊 它的一些分类的点 啊 我跟大家说 关于我们土工 土工啊 它的材料里边分为了四大类 前两大类呢 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它的什么作用 那么后两大类呢 我们需要掌握它的分类 也就是土工符合材料和土工特种材料 我们需要跟大家说到分类 那么我来说几个 你们来判定一下啊 土工符合 土工符合材料 它都包括哪些三个 因为我们要就会去排除吧 对不对 土工你知道土工符合材料 那么我们就知道剩下的就属于咱们的土工特种了 排水袋排水火 还有呢 复合 复合土工膜 是不是 好 非常不错啊 有需要问我说山上老师 什么是蒸养混凝土啊 就是用蒸汽养护的混凝土 它需要去高温 以复合量排水 对吧 量水以复合 好 那这就是咱们学员说到的关于我们的复合材料 那么其他的 无论是咱们的土工格山啊 土工格式啊 土工包啊 土工袋啊 还有咱们的电层啊 这些都属于特种 对吧 所以在这个分类上 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排除法去做相应的选择题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求给大家进入的就是这节课的内容 刚才提到了 我们上节课呢 大家结束了我们第一章 三三的施工队啊 把我们的施工准备 怎么看设计 怎么放样 以及怎么备材料 跟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进入的 我们要真正的去施工了 好 那么咱们真正的施工的过程之中的第一步 我们还记得我的建大坝的故事吗 建大坝的故事 我们前面备完材料 施工准备完了以后 我们下一步该怎样了 该施工了 但是对于水力工程 你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个水字 我想要干燥的施工环境 对不对 那我首先要去干什么呢 控制这个水流 给水流找其他的路走 让给我提供干燥的施工环境 让我去施工 也就是导流 对不对 好 开始 咱们马上就要开始搬砖了啊 好 那我们再次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的导流 它如何去出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 上游往下游去流 这条河流 我们是很常见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这个水流啊 我要控制它了 我要给它找另外一条路来走了 所以首先呢 你先把这条路给我建好了 对吧 那么我 然后呢 我再把咱们的河床给它堵了 相应的围烟 给它堵料 堵掉了以后水走不了了 往哪走呀 就往我们给它预留好的这个通道走 所以呀 这时候 那么这里边 我们相当于没有鲜水的一个流入 对不对 它将相应的 机坑围住完了以后 把水排走 就提供了干燥的施工环境 我们就开始施工了 那么这就是咱们所提到的施工的水流控制 那么在我们教材会给到大家叫做导节流 对不对 导流是什么呀 导就是沿导的意思呀 对不对 节就是把水截住的意思 然后这两个就组成了咱们在水力工程里边的施工的水流控制 好 那么我们引入了相应的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整张它的一个分支定位 因为到新的一章了嘛 对吧 那么我们仍然是从16年到19年简单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啊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这一章呢 包括两块的内容 第一个是导流 第二个是节流 那么咱们这两节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去区分一点 学员说才一分啊 或者说你这两个谁比比较重要呢 导流比较重要 对吧 啊 那么我们来看啊 它的导流重要的话 它也是一分啊三分啊七分啊一分啊 对吧 等等 那么节流呢 几乎我们不会设计相应的考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相当于什么 零分的 是吧 所以我们的总分 一三七一 都可以看到很少 但是我需要我们学员要注意的 这节课分值少 我们从原理给大家把相的分值拿下 所以我们学员对于这一块的 这一章的学习 我们要从头学了 从原理去学 从定义去学 把基础课学到的东西 应用到咱的考试之中 出了题 我必拿分 OK 整章的内容 无论出几分 我必拿就OK了 不要说 哎老师这是一分 我必须得学这一章吗 是的 必须得学 因为我们涉及到工序的一排序 对吧 所以在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好 那么我们简单知道了一下 它的分值定位 我们关于导节流呢 会跟大家安排两次课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的施工导流一 到底跟大家安排的考点 有哪些呢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我们来看啊 它的主要考点呢 跟大家安排了五个啊 第一个呢 叫做导流标准 我们以选择为主 这个呢 会和咱们前面的等级 等级划分 会去重叠 我们仍然要去回忆 相关的等级划分标准 所以你们一定要准备好了哟 一定要准备好了啊 这节课超简单的 拿了 好 一起学 第二个呢 就是要导流方法的一些分类及应用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会涉及到选择和安利的点 那么这个呢 也是咱们这节课的重点 对吧 哪些导流方法 我应用到什么时候 安利如何去考核 好 那么接下来看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它就会围绕着 围艳 就是咱们的前边 谁来进行挡个水呀 围艳 这个临时性的水工建筑展开 首先我们要去认知一下它的类型 再有呢 我们要去算一下 不过水围艳 或者是过水围艳 这个艳顶的高程 如何去确定 那么最后呢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围艳的施工 什么 怎么拆 怎么建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提到施工 我们仍然会跟大家 一个细分点 就会可以出现到相同的安利体 对吧 那么前面这两个我们主要是以选择为主 好 那么我们的五个考点组成了我们这节课的要点 好 我们一一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呢 就是导流标准 在导流标准这一块内容呢 相对啊 是比较少的 而且理解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它是一个基础 一个前后忽应回顾的点 所以我们学员主要学这一块内容呢 跟我一起打个基础 回顾一下就OK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就叫做施工导流设计 一提到设计 我得知道它是什么吧 所以咱们先认知一下 这个施工导流是什么呢 前面也就跟他以我们的示意图 给大家去描述了施工导流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的计划的定义是什么 它是在我们的河床中去修筑维艳 将我们的机空维护起来 并将河道中各时期上游来水量 看看啊 上游的来水量 按预定的方式 导向下游 以创造我们相应的干燥的施工条件 这就叫咱们的施工导流 创造了干燥的施工条件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一定要再次注意 我在这有一个小点了啊 你说 我是先修筑维艳 维护鸡坑啊 我还是先找到这个预定的方式呢 这两步是谁在前谁在后 一定要注意了啊 我们一定要再次注意 谁在前 我们是先给他找路 还是先去接 哎 通过这个定义 我们再次回忆一下 我们肯定是先给他方式啊 你先给我建路 你不让我走的时候 我才有路可走啊 对不对 哎 所以在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不要说他放到前边 他就是顺序的时候 他就是一 哎 这个要再注意啊 好 那么这就是了解了我们的施工导流 那么施工导流的设计 它的重要作用 又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说为了去解决好施工导流的问题 因为这个导流的问题会影响 咱们整个施工的进度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去做好的 就是导流设计 要去妥善去解决 相当于从我们前面跟大家讲 初期导流到后期导流整个全过程的一些什么挡水呀 泻水呀 蓄水呀 等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呀 导流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哎 在这儿我们概要到这个点就OK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往下看 看到的就是导流标准 那么一直说导流标准到底哪些组成导流的标准呢 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哪个啊 第一个呢 叫做导流建筑物级别 还记得吧 那么这个导流建筑物级别 其实说到的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什么建筑物呢 导流建筑物呢 在这儿我们提到的就是咱们前面给到达的的临时的嘛 因为我们还建大坝的故事里边看到了 非常明显看到了 当我的大坝建成以后 你的渠道啊 你的围宴呢 我都是要进行什么 拆除的 哎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啊 对于你这个导流建筑物的级别 是它的导流标准啊 再有呢 你导流和谁相关呢 你主要是干什么的呀 挡水的呀 一提到水就和防洪标准相关了 啊 就和咱们的导流建筑物的设计洪水标准 施工临时渡训时会的洪水标准 还有后期的什么导流泄水建筑物 封堵后霸体渡训的洪水标准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前中后 施工过程之中 相应的和我们导流相关的洪水标准 对吧 哎 这四个就组成了咱们的导流标准 一说些导流标准 你别忘了 不仅仅和你的洪水标准有关 还和你前边的导流建筑物的级别相关 哎 这是咱们的四个 一个是从施工过程入手的 那么再有第一个 就是从我们本身这个建筑物相关的就OK了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在这一块的内容里边 除了我们知道有这四项组成以后 我们再次去回顾一下相关的点 这次要回顾了啊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说导流建筑物呢 有四个判定标准 根据它的保护对象 实施后果 使用年限 导流建筑物的规模等指标 划分到三到五级 让大家重点掌握的是几级呢 重点掌握的是几级呢 跟不上了 重点掌握的是几级 四五级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回忆 所以我比较快啊 我们需要注意了啊 那么让大家掌握的是四五级 那么四级 判定 级别呢 我们会在这儿给大家设计 四级保护的语境建筑物是谁 四级保护一二 对吧 那么五级保护的是三四 是吧 那么这就是咱们说到的四级和五级的可参考点 有句话说 老师这个三级为什么我们不参考啊 因为三级要满足两个条件级以上 我们才可以平定相用的三级 对吧 所以在这个条件上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可以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点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导流呢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第二个 第三个和第四个 就是和洪水标准相关的 首先我们来到初期的时候 是谁来去挡呢 是维艳 也就是导流建筑物来挡 所以我们对于导流建筑物前期的洪水标准 要去划分了 它的依据是什么 还记得吗 是根据它的级别 类型 并结合相应的风险度分析 合理确定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三四五吗 级别就是三四五啊 对不对 那么它的洪水标准让大家注意的一个是什么 注意的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呀 三四五 那么还跟你的建筑物类型啊 土石 混凝土相关吗 是不是 那么土石混凝土相关 让大家注意的是谁 注意的是土石 土石 最大 五二零 对不对 好 非常不错啊 最大五二零 后边是 再除以二 再后边 再除以二 就OK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 好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如果是混凝土的话 我们错一位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能回忆起来吗 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上张总结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回忆了两遍了 所以我就在这比较快 可以吗 能是不是 好 可以啊 大部分人可以的 如果没 你不可以的 就接下来你赶紧看看吧 这是我的第三遍了啊 好 那么在这还会跟大家提到一个 就是结合相当的风险度去分析合理确定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可以发现 你看 他说五十年到二十年 那么如果风险比较大的话 我们去高值 风险比较小的话 我们去低值 所以在这会提到一个风险度 我们要注意一下就OK 来看第三一个 说霸体填住高度超过这个维燕顶高层的时候啊 此时你就由霸体来临时度训了 霸体的临时度训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你的霸形 也就是土石 还是混凝土 江气石的呀 还有就是霸前的蓝红酷戎吗 这两个有关系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蓝红酷戎是哪个水位和哪个水位之间的 蓝红酷戎是哪个水位和哪个水位之间的 记得吗 谁和谁 忘了 设计吗 设计和谁 设计和教合 防红线和设计 防红 你得给我打出那个线来 明白了吗 哎 这个要注意啊 是设计和防红线 也就是咱们的老二 和咱的老五 防红线 就是训前腾空的那个水位 之间的叫咱们的库容 是吧 哎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咱们也要注意 不是防红和防红线 是设计和防红线 双红是什么呀 双红是防红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蓝红酷戎 再次回忆一下 虽然这个蓝红酷戎不是咱的五六大酷戎之一 对不对 因为六大酷戎你是建好了才有的 蓝红酷戎是在施工期间的临时度训的 哎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我们要注意 好 那么再次回顾一下箱的点 那么它的分界线呢 就是十的八次方嘛 所以是十一零点一 让大家注意的仍然是土石的和混凝土的 那么这个点让大家记得点是哪个呢 最小的 最小的什么 最小的什么 我们知道一个最大的五二零 就是三最大的五二零 这个是指什么 最小的五二零 对吧 哎 这是最小的时候 是五十到二十 然后呢 我们往上就是五十到一百 再往上就是二百 二百再往上就是二百以上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 那么混凝土呢 仍然是错一位 就OK 好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盖得到 对吧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继续往下走了啊 我们来看第四一个 那么第四一个呢 就来到了后期 后期是什么呀 就是导流泄水建筑物啊 他封读以后 这个坝体渡逊的洪水标准 应该要去分析他的坝形和大坝的级别了 一二三级别 对不对 还坝形呢 也是土石和混凝土 这两个大分类 那么在这一块的时候 他是分为的 还记得咱们的教合和设计 教合和设计 他成的关系是什么 几倍关系 还记得吗 几倍 二倍 对不对 也就是二倍 也就是比如说你已知 设计 他是一百到二百 让你求教合的时候 是多少呢 二级土石 对吧 不管是他给出来你相关点 因为咱们在这考试的时候 就给出设计 让求教合 给出教合 让求设计 所以我就给出了一个简单点啊 是多少呢 不成二 是二 老师你不是二 二的关系吗 那我二百到四百吧 但是要注意 咱们在这儿 是无死的 对吧 属于里边 对这个四字啊 是非常避讳的 所以咱是二百到五百 哎 二百到五百 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 我设计到教合 应该是成二 好吗 小天姐咋回事啊 你说 万年 万年教合 那么当然是千年设计了 你设计肯定 小于我们的教合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的教合水位 为什么也在老大呀 教合是非正常的 那么设计是正常的 非正常的 当然是大于 正常的了 哎 这个大家注意啊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好 那么这个 咱们 我帮大家一起活育一下了 关于上几颗 关于我们的前前几几颗的内容啊 等级划分 希望我们对于数字上的一个把控 一定要找到自己适应的小技巧才好 OK 好吧 好 那么关于这一块 我们就回到四 接下来我们一起往下看 就是第三个 叫做导流时段 那就是导流这个不同的时段哦 需要对它的流量进行不同的控制 对吧 这就是咱们导流时段啊 根据导流的各个施工阶段 划分的延续时间啊 那么简单知道一下定义就OK 那么接下来让大家注意的一个是要常识 其实这个常识啊 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我们都知道了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里 说土吧 堆石吧 支堆吧 一般不允许过水 我们要去注意的就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后边会跟大家讲过水和不过水为厌 它核心的区分点在哪里 它的厌领高程如何去计算 如果没 挺好啊 没有特殊说明 只说土吧 一定要注意 它的认知上就是不过水的 哎 这个要注意一点 我再次强调啊 这就是我们的常识 第一个小点 没有特殊说明 它就是不过水为厌 什么 土吧 堆石吧 支堆吧 再次强调 好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说导流时段啊 它一般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是以全年的为标准 其导流设计流量呢 应按照导流标准选择 相应洪水重现期的年最大流量 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选的是最大流量 因为你选标准的时候 肯定是选的是最安全的 对吧 那么不要提什么平均 我们要安全期间 肯定是我能承受最大的流量的时候 是什么才可以 哎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选的最大 那么我们的10年的单选呢 就在这个最大这儿 给大家设立一个细节的考点 所以希望我们学员对于标准 它的一个理论上的认知 常识 我们就可以选出相对答案 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上 我们要再次注意 好 那么到此呢 关于我们的导流标准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接下来咱们简单去做一道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题目涉及到是哪里 说下列不属于导流标准的是什么 下列不属于导流标准的是什么 什么是过水呀 就水从上面过去呀 一会我就告诉你 后边我有具体的划分 别着急 不属于的 选的是不属于的啊 那么来看 A 导流建筑物级别 属于的吧 B 导流洪水标准 属于的吧 对吧 C 导流石段 导流石段是划分的 所以C不是标准 D 施工期临时渡训的洪水标准 是吧 我们的前 中 后 还缺一个是谁 还缺一个封堵的时候 也就是后期 我们八题要进行洪水标准的时候 我们提到教合和设计 所以咱们这又要注意一遍 它选到的是C选项 那么这道题呢 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希望我们学员过一遍 就能掌握到这个点 好吧 那么关于我们比较简单的导流标准 也像导流的相关定义 跟大家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要去进入的啊 就是咱们这节课比较核心的点 就是关于导流方式 你既然说给我找路 到底你给我找什么样的路才适合自己的呢 那就到底找什么样的路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就是咱的导流方式 那导流方式呢我们可以划分的啊 基本方法其实在这给大家划分的是一种基本方法 还是一次栏断核创维艳导流 还有咱们的分期维艳导流方式 啊 说我们一次性 我不是有这个大有何吗 是我一次性把你栏断好呢 还是说我分 我先栏一半 我再栏一半呢 到底是怎样子的呢 我们后期还会跟大家去讲 所以在这一块上 我们要去注意的 是有一个一次的 还有一个分期的 基本方法有这两种 那么在我的一为一技术课里边 你是必须要知道这两个点的 那么说老师这个导流吧 你说嗯 比较简单 就是把水把水啊给控制了 不让他从这走 从例外的路走 你到现在也知道 学来比较容易 那到底是怎么样子呢 实在不行 我以前跟大家说来着 买买房啊 你是一次性付款呀 还是分期付款呀 对吧 到底是他的适合的条件 和我们的买房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后边给大家详细去讲 那么首先 这两个基本方法 你要是知道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 说按照泄水建筑物形式 可以分为什么 那么泄水建筑物的形式 就是导流的这个方式 我这个导流的路啊 我是导流的路啊 怎么办呀 你是从哪条路上走啊 从什么样的路走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有明渠的 知道吧 碎凳的 寒管的 以及施工过程之中 霸体的底孔 缺口和不同 泄水建筑物的一个组合导流 这个呢 就是咱们简单知道一下 泄水建筑物有这些 我们后期会跟大家去讲 哪些属于一次性的 哪些属于分期的 所以在这一块 只是一个简单的引入 我们了解就OK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一起往下看啊 好 那么我们一起往下看 具体的导流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呢 要看分期了啊 分期为延的法导流 那么分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啊 说分期为延法导流呢 就是分期树窄和床修建为延 保护主体建筑物 在干燥的施工地儿进行施工啊 那么干地施工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实物图里边 它的分期 对吧 我们简单指示一下 这个就是水流方向 本来我的水呀 我就可以这么宽 我想咋走咋走 那么分期呀 我就在它核床啊 这一块你不能走了 你从另外一个走 所以他才提到 是分期树窄相应的核床 那么这个呢 就叫咱们的核床内 导流 核床内导流 那么核床内 给它提供相应的导流通道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从咱的示意图里边 再次去回归一下这个概念 好 那么我们来看到啊 这个水呀 水流本来你原来就是这么大的河床 直接往下流就OK了 对吧 那么来看啊 我们当建了乡的围艳的时候啊 我这个水呀 不再这样 想肆无忌惮的哪流就哪流了 你得把原来的河床变窄了 那我就通过没有堵的这块流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咱们的一期 当我建完了乡的建筑物以后啊 那我这边我也得建建筑物啊 对吧 那么你这边建完了 我这边也得建呢 所以我我就我们来看一下 那水呀 我在这儿把它给堵起来以后 你水就不能从这儿走了 你从我建好的这个建筑物里边 给它预留像样的孔洞啊 去下泄 对吧 哎 这是咱们的分期树寨河床 无论它是怎样子的呢 它都在咱们的河床内进行导流的 是不是 只不过它分了两块 好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 分期温元导流 一定要从它的示意图里边认知 它想象的概念 那么分期温元导流 我们要知道的 用到什么样的条件下呢 我们常见的这个 认知吗 还记得这个是什么吗 还记得这个是什么 三峡呀 那我们的三峡一般呢 他们我们用到的是 三期温元导流啊 那么首先我们三峡 提到三峡就觉得 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用到了是三期 一期二期三期 从时间上我们进行了一个把扣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那么在我们的分期温元导流里边 其实我们用多的就是二期三期 一般情况下 不会超过三期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去注意的啊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就OK了 17年呢 好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相应的分期 那么通过我们的三峡 我们就知道他英语的条件肯定是大的 哎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他的室友条件到底是什么啊 说导流流量大 导流流量流量太大了 我一次过不去 我给他建的这个通道不行 对吧 或者是呢 我们的河床比较宽 那河床宽了 那我就可以在河床内进行施工啊 分期啊 分段啊 是吧 啊 我们就省得去我们的河床外边 给他去建什么通道了 哎 比较宽 再有呢 我们要去注意是 有条件不值纵向维艳 这个点我们要注意了 纵向维艳 好 那么在你认知的纵向维艳 指的是顺着水流方向 还是垂直于水流方向 因为我在前面跟大家讲 纵缝横缝的时候 跟大家说了 我们是相通的 那么纵向维艳到底是什么呢 好 不错啊 我们学校非常盖道的点啊 那就是顺着呀 顺水的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还记得吗 这个就是咱们的水流方向 好 在这就是咱们的分器啊 我的意气嘛 在在这儿进行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横向维艳 垂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顺着水流方向的 所以叫做纵向维艳 你得有条件去布置这个纵向维艳呢 你得在水里边布置这个纵向维艳才可以 在河床内布置这个纵向维艳才可以 对不对 怎么建呀 怎么建呀 我们一般情况下啊 是先用咱们的进展法呀 给大家往这儿进行填住 一般纵向维艳都是混凝土的啊 大家填住完了以后 然后提供一个干燥的石棍环境 然后再去建这个纵向维艳 那需要说老师啊 那不就成了就是建大坝了吗 不是 我们刚才说滴水头的土石维艳 就比较矮的去建这个纵向维艳的垫 它是需要去保护的 好这个要注意啊 你必须得有建纵向维艳的这个条件才可以 好这就是咱们的第一个 来看第二个啊 说河床中永久性建筑物啊 要便于布置导流泄水建筑物 那么第二个 它这个要点 一般的情况下呀 我们在这个要点上呢 就是指前期 我们要布置纵向维艳 对不对 那么在后期的时候 还记得吧 我们需要把横向维艳进行拆除 我们在另外一侧 进行截流了 对吧 把水给截住了 他说要布置 因为你把这儿截住以后 你水不能从这儿走了 我的水得从这里走 这里走啊 就是我已经建好的建筑物里边 你得有我的水的通道 对吧 哎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是提到 河床中永久建筑物 便于布置 倒流泄水建筑物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你一定要理解为什么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叫做河床覆盖层不厚 其实这个覆盖层是什么呀 就是不相对不稳的点 你覆盖层不就是沉积沉积沉积的吗 对不对 沉积的一些岩石啊等等组成的 这个叫覆盖层 相对不稳 还是量比较大 那么这个河床覆盖层不厚 它相对的和第一个是很像的 因为当你河床覆盖层比较厚的时候 你是没 你会影响纵向维艳的布置 也要注意你会影响纵向维艳的布置 因为你的横向维艳不影响你呀 我直接在这儿布置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儿提到的 纵向维艳你要在水里 对吧 你在你要顺着水流方向 所以呢 一旦你这覆盖层比较厚的时候 它会不稳 会影响你的纵向维艳布置 所以我们要求它的覆盖层是不厚的 一旦纵向维艳的布置影响了 它会影响整个施工工序 施工工序啊 施工进度的一个把扣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对不属于沉积岩 什么沉积岩啊 就是沉积堆积物 在这儿你先别 我没有说沉积岩啊 因为我们的沉积岩啊 水成岩啊 火成岩呢 和岩浆岩呢 它的分类不是这样去分类的 我们说每个词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它的分类角度 才能出到我们的专业名词 OK 好 这个再次注意啊 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适用条件 所以在这个适用条件上 我们的第一条和第三条 都会集中到这个纵向维艳布置的要点 那么第二条就会涉及到后期 我们进行导流的时候 它的通道如何去处理 是吧 好 那关于它的适用条件 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好 那么讲完这一块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它的分类了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分期导流方式 它到底分为什么样的类型呢 再次去拆分一下 说分期维艳导流法呢 其中包括的 就是咱们的树窄河床导流 前面跟大家讲到了啊 还有呢 就是通过以剑活 再建的建筑物的导流 也就是咱们前边 不管是适用条件 还是咱们所提到的定义 都把这两种方式 给大家get到了 对吧 那么到底如何再次回忆一下 它将来的方式的点 好 首先我们来去看 树窄河床导流 树窄河床导流 就是原来我这么宽 现在我这么宅 这就是树窄河床导流 是吧 这个就是咱们相关的要点 树窄河床导流 那么我们这就是咱们的示意图啊 本来我的河床这样宽 那么我相当于在我的右 右岸的时候 我把它给树窄了 然后呢 水的通道就变窄了 字面要意思上 我们就可以理解 那么到底这个树窄河床导流啊 它要用到什么时候呢 看好啊 它的分期导流的前期阶段 特别是一期导流 前期吗 什么叫前期 什么叫后期啊 就是一段一段的吧 对吧 啊 所以啊 我们用到的是一期和前期 啊 这个咱们要再次注意 它的使用条件 那么什么时候用到后期啊 你前期在干什么 你前期把这儿进行 树窄河床了以后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进行建建筑物了 对吧 所以第二个 它的分类方法 就是通过已建或者是未建的永久性建筑物导流 那么不管是已完建或未完建的永久性建筑物 它的建立是在什么时候建立呢 什么时候建立呢 在我们的前期 对吧 哎 那么既然你前期要建 所以呀 你这个建筑物要用到哪呢 就是用到后期的阶段 这个要点上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啊 再次注意的点 好 那么既然知道它运到后期 那么我们的主要方式呢 就是设置到混凝土壩体的敌孔导流 混凝土壩体上的预流缺口导流 树池孔导流 平原河道上这个滴水头 河床市净流电站采用的厂房导流 对不对 哎 在这儿提到了一个河床市 因为河床市呢 我们就是要这个河床和发电站呢 等在一条 在在我们的城一列排列进行一个挡水的 哎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要提到是河床市的净流电站采用的是厂房导流 啊 他们是在一个系列上的 哎 再次注意啊 这就是咱们通过的建筑物 那么这些建筑物呢 我们希望咱们学校一定要去注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出题的时候呀 会这样啊 就是给你说混凝土霸体上预流缺口 导流属于什么样的导流 属于是前期呀 后期呢 还是属于一次性的呢 啊 对吧 哎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 他通过相应的一个意思 我们能判定出来 他是属于哪类导流 哎 你看我们要么是敌孔 建的 敌孔你需要去建吧 要么是预留缺口 你预留缺口 你不需要去建吗 对不对 树齿孔你也需要建啊 厂房你也需要去建呀 虽然你不是利用的厂房 整个厂房的导流 你利用它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导流名区 导流我们的围水渠啊 还有的窝壳啊 等等进行导流 但是呢 我们是用的是再建的厂房 相应的部分进行导流 这些都是需要我前期进行建的 所以他用到的是后期 哎 这个我们要注意 好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 一起来去看一下 这几种导流方式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它的呈现又是怎样的啊 第一个呢 就是敌孔导流 这就是咱们建的敌孔 在霸体上面 对吧 那么你看 这就是我们建好的这个敌孔 所以你在后期的时候 你把这进行施工的时候 我这个可以通过敌孔来进行导流 对吧 好 我们接下来再去往下看 预留缺口 这就是预留缺口 它的一个呈现 那么在我们的示意图上 这个预留缺口 我们可以会发现啊 它是预设的低于其他部位的 但是预留缺口 你得比其他部位的高层啊 是设计啊 相对比较低 我才能通过相对预定方式进行导流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 好 这就是我们的预留缺口 现在我们再去看 说混凝土 霸体上这个树齿孔的导流 什么叫树齿孔 有需要说 什么叫树齿孔啊 其实呢 它就是呈现的是这样子的 啊 树齿孔就是这样的 就是实在 实在不行 你就看我的手 再不行 你就每天梳头发的时候 其实就跟你的梳子是很像的啊 它会提供了它的一个密度性 那么前面不是 不管是底孔 还是我的缺口 它相当于个数比较少 对吧 但是你的树齿孔 就提高了它的一个密度性 所以它的导流相当于比较 就是效果比较更好一些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你要注意啊 这就是树齿孔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往下看 一个厂房导流 那么这个厂房导流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再建的啊 再建的厂房 我们再建厂房上面的土建工程 那么下部呢 我们会说到一个围水渠啊 窝壳啊 利用它部分啊 我们进行倒流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再次注意一下 就OK啊 我们能通过字面意思判断出来 它用于前期 还是用于后期就可以 好 那么关于咱们的分期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分期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看咱们的一次啊 那么一次栏断河窗 维艳导流呢 就是和我们讲的这个 剑霸的故事啊 是非常像的 那你还记得吗 剑霸的故事的时候 我把水结了 我给它在哪去建一个路啊 在河窗外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啊 说在河窗内啊 距咱们这个主体工程的轴线呢 上下有一定的距离 就徐竹为艳 一次截断河窗的一个河道的时候 使我们河道中的水流 经河窗外修建的临时泄水道啊 或者是永久建筑物下泄 又称为河窗外导流 记得吗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水流是这样走的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河窗外导流 那么我们前边的分期叫河窗内 那么我们一次性的叫做河窗外 好 那么我们在这看到了 我给大家画到了这个点 那你说我有一个问题 河窗外导流 还有也就是咱们的一次性导流方法 它用不用纵向为艳呢 因为你在前面一直提到 说你这个分期呀 纵向为艳怎么低怎么低 那么你这儿用不用纵向为艳呢 用不用 是不需要的 对吧 你的纵向为艳要顺着水流方向 我一次栏断了 你顺什么顺 对吧 所以在这儿是不要出现什么 纵向为艳这个点 它说修筑的为艳 其实在这一块表示的 就是咱们提到的 横向为艳 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注意 好吧 好 那么东 这个一次栏断河窗外导流 它在我们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一个点里边也用到了 大家有认识这个的吗 这是谁 我们前面给大家知道的是三峡 那么这个代表是谁呢 有认识的吗 龚吧 对 非常不错 龚吧 我们的代表 你学了数据食物 得说几个呀 你别知道三峡 南水北调 这是谁呀 发电站 对 非常棒 这是名字叫 不是小浪迪 西洛杜 西洛杜 福子林 好 我们是叫西洛杜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 是跟它的一个地质有关系 然后我们选择的 做的龚吧 用的是一次性栏断核权维员导流 来进行施工的 对 施洗乐度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好 那么我们通过它的定义呢 以及相应的这个食物图的一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你肯定是流量不大的呀 那你一次性跟分期 你肯定是要进行结合的呀 对吧 还有那个河道是比较狭窄的呀 山区的嘛 是吧 好 那么这个一次性栏断核权维员导流的方式 又分为了哪些呢 分为的是 明渠 碎洞 和寒管 你不要说 老师现在用底孔可以吗 不是的 底孔属于什么 分期里边的 后期 明渠 碎洞 和寒管 属于一次性栏断核权维员导流的方式 这个就是咱们在选择题里边 容易去混淆的 实在不行啊 我们给大家一个点啊 你看一次性栏断核权维员导流啊 它都是要 水呀 只有一条路可走 所以都和三点水有关系 都和三点水有关系啊 你们八局见的呀 那么来去看 渠 是不是有三点水啊 对不对 碎洞的洞 是不是有三点水啊 寒管的寒 是不是有三点水啊 是不是 因为你呀 这次你只能从这一条路走了 你不像我们的分期 你前边在河床内 后边就通过 已经和再建的建筑物 无论是孔啊 口啊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区分点 所以在这儿 你知道了 和什么有关系 就很要注意就行了啊 小说老师很容易理解 不容易混淆 做对 觉得多了 你试试 有没有混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每一个 希望大家注意点啊 首先我们来去看明渠 明渠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的河道和河滩上 喀挖相应的渠道 在基坑的上下游 去修筑相应的一个横向围燕 在这儿提到了啊 横向围燕 使这个河道的水流呢 经这个渠道进行下泄 那么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咱们施工 施势务里边的渠道 那么通过示意图 我们再次去回顾一下 它的相关的定义啊 说我们要去水呀 本来呀 这是没有任何挡物的时候 我的水是从上游 流向下游的 然后我们当给它 建一个渠道的时候啊 再去建箱的围燕 给围出的时候 我们的水呀 它就从我们给它 建好的这个渠道进行下泄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 明渠道流 对吧 那么这个明渠道流 到底适用于什么样的条件呢 适用条件就是咱的一个考点了 那么分类就考名称吧 那适用条件就考你的 一个适用分类呀 考选择 适用条件可以考选择 也可以考相当阿里点了 是吧 我们来看啊 说适用于这个岸坡比较平缓 或者有一定具有较宽的 这个台地呀 或崖口啊 或者是骨河道的一些地形 但无论是后面表示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你渠道 你说你这样 这样趋了拐 趋了拐 可以吗 不可以吧 所以我们需要比较平缓的 你说你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你还去建渠道去 不用吗 它就比较平缓的 那么 周老大说了 什么叫台地 什么叫压口啊 那骨河道 肯定是骨河道 一直有水 经过比较平缓 那这个台地和压口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貌情况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那么我左边这张图呢 就叫它台地 台地是什么呀 就是你看 上边 就是形成的 就是台地比较平缓呢 那虽然你的两侧是比较高耸的点 但是我的顶部是比较平缓的一个台 台子似的 是不是 所以它就叫做台地 我这不跟你解释吗 你别着急啊 好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台地 对吧 那什么叫压口啊 就是两个高耸山之间的比较平缓的点 两个山比较高耸 中间啊 它两个山之间夹着的这一块 就比较平缓的点 平缓的地方 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的牙口 好 那么无论我们看到平 呃台地 还是咱们的牙口 它都符合的一点 就是它比较平缓 是吧 啊 骨河道也是的 骨河道一直有 它也是冲击的 比较平缓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去注意 这个明局用到的适用条件 有哪里 好 好 那么我们开始到了吗 姐给你解释名词了啊 我会给你解释的 你别着急 好吧 好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明局导流 看完明局 我们来到的是隧洞 对吧 那么隧洞是什么呀 隧洞的使用条件在19年的单选就出了 这么多年没出了 十年了啊 那么会不会2020年出一个呢 很可能 我们来 先去看一下隧洞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挖隧洞吧 呃 那挖隧洞啊 也要去修建相应的一个维宴呢 将我们的河道的水由隧洞进行下泄 好 我们通过咱们的示意图再次来去看一下 他的施工 那么本来我们的水呀 是从河程上进行流的好好的 然后我要进行的是什么 建一个相关的隧洞 那么通过相应的一个围烟 把它给围起来 截断以后 然后我的水呀 就从我的隧洞进行下泄了 那么这就是咱们提到的隧洞 那么提到隧洞 你说大平原的你能挖隧洞吗 啊 大平原的能不能挖隧洞 能不能挖隧洞 是不能的吧 你得山区吧 你就比如说我们这边 对吧 那么肯定是山区呀 我们老家那边才去挖 挖隧洞的呀 是不是 那么你说大平原的肯定不能挖隧洞啊 所以在这呢 其实这个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这个是咱们什么呀 坡度线 比较密集 这个不就是咱们提到的啊 比较陡吗 是吧 好 那么看来一下 它的使用条件呢 就是河谷虾窄 两岸地形陡峻 山沿坚硬的山区河流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山区才可以 你的明渠 平的平缓的时候 平原的时候 你用明渠就行了 对吧 那你什么呀 你这个比较陡的时候 我山区就用挖隧洞 就OK了 咱们走高速的时候 走那隧洞 你看看 你那个走的高速去哪里 应该是会经过比较山区才可以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也比较好理解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三个 叫航班导流 那有学校就说 老师 就是相对比较不妥的 所以我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改变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吧 好 我们要注意啊 好 那么来去看寒管 那么寒管就比较 就比较好理解了 寒管就是通过我们的寒管进行倒流吧 那么一提到管 你说这个管和这个洞 谁倒流的量比较大呀 当然是洞倒流的比较大了吧 对吧 所以我们的寒管 它的适用条件 就是寒流流量较小的河谷 或者是只用来承担枯水期的寒流 一般情况下呀 就是在修筑土坝堆石坝等工程中进行采用 所以呀 它是枯水期的 流量比较小的时候 你在用寒管 当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删去的河流 我们当然是挖水洞了 平原的河流 我们用什么 永明取了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去注意就OK了 好 那么讲完它的寒流方式 我们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第三个 叫做时段划分 那么时段划分 前边我们提到了寒流时段 对吧 那么这一个呢 我们才能完整的去掌握 关于这个导流啊 一次性啊 还有咱们的分期啊 哎等等相关的点 好 这个呢 咱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它的时段 在前面就跟大家讲到了 我们仍然是选择的是回忆路 对吧 好 说河谷狭窄的霸指呢 应该选择的是一次栏断 河川维言导流方式 根据党线建筑物的不同呢 我们一次栏断 河川维言导流分为的是 初期中期和后期 三个倒流阶段 还记得吧 啊 那么来看初期 导 挡水的是谁 违宴 所以我们要确定的是 谁的洪水标准 你初期违宴挡 所以我要确定的是违宴 也就是临时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对吧 和前面是一样的吧 那么我们的泄水 就是由导流泄水建筑物来泄了 来去看中期 中期当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之中 这个坝的高度超过了这个燕顶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坝铁临时的 所以我们要提到坝铁临时度寻的洪水标准 所以在这儿呢 又提到了一个洪水标准 那么泄水建筑物 仍然是导流泄水建筑物了 那么后期就是由我们的坝体进行挡水了 不是临时 所以我们提到一个洪水标准 既有设计的 还有有教合的 那么此时 它就不再涉及到泄水了 因为后期我们要进行 把我们的泄水建筑物进行封堵了 那么此时要干什么呀 这个水库要开始相应的蓄水了 所以在这块内容啊 它上边表达了一二三四段 一二不管是三段还是四段 你就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但是呢 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进行相关的 一个引入和铺垫了 所以你在学这块内容 理解起来怎么样 理解起来相对比较简单了吧 你就是新增的又怎样 和我前面的联系这么紧密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get的点应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那么我们相应的点 就跟大家讲完了 那么讲完了 我们学校可以发现 老师 你说的这个导流方式吧 有很多 适用条件也有很多 感觉你讲的也挺容易 可是我做题的时候 我到底怎么去做呢 OK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 跟大家去总结一个这个表 我们把所有的重点的 一起放进来这个表格上 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吗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表格 第一个表格呢 就是总结一下我们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就是分为的是分期和一次拦断 对吧 那分期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的河床比较宽的时候 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一次拦断呢 河床是狭窄的 流量不大的 好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要注意啊 那么第一个点呢 就是咱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学起来简单 怎么做题 那就要咱们进行相似之点的汇总了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点我们可以 那是不是就和他买房的时候呀 你房子比较大 你用的钱比较多 是不是 房子比较大 不就跟河床似的呀 你房子比较大 你单价少 但是总价高啊 你你这个流量大 就是钱多呀 你房子大小没有关系 你钱多呀 我也一次付不清 对吧 所以是宽的时候 大的时候 我分期 你比较小 或者是那个钱 用的比较少的时候 我就一次给你得了 这个呢 和咱们卖房是很像的 是不是 好 那么在这一块的理解 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的点再细拆分 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 我们来看分期 分期包括了呀 第一个叫什么呀 树寨河床 第二个呢 叫通过建筑物 无论是已完建的 还是未完建的 啊 那么来看树寨河床 树寨河床 首先我们要制御的 因为它的适用条件 那么树寨河床 它的适用条件是什么呢 当然是前期了 因为它是河床内嘛 对吧 还有呢 通过建筑物呢 是后期了 因为我前期要去建这个建筑物啊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它叫挡水和泄水建筑物 来看好啊 因为挡水和泄水建筑物的选择 我们是可以出现到安立体的 所以咱们要去注意了 因为它可以让你去选 谁是挡水 谁是泄水建筑物 对吧 好 我们来看啊 说我们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 我们挡水的集中的点 就是咱们维艳 对吧 横向的 纵向的 那么我们的泄水 树窄河床 它的泄水通道 就是在我们提到的 树窄河床 那么通过建筑物 倒流的 它的泄水通道呢 有敌孔 预留缺口 树齿孔 或者是再建的厂房的 某些部位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它的案例点 就会出现到这里 给你不同的时段 让你去虚玩 它的泄水建筑物 是什么 这就是咱们提到的点 好 接下来我们看完分期 我们来看一次 一次呢 它的导流方法呢 我们分为的就是 明曲碎洞和寒管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啊 首先它适应的条件 我给到的是平原 这个平原 其实它代表什么呀 就是平缓的地带 无论是咱们的骨河道 还是崖口 还是台地 对吧 那么它的对应呢 就是碎洞 我们用到的是山区 那么寒管呢 就是导流量比较小的 那么它的适用条件 无论给哪种 适用条件描述 我们都可以选出 正确的导流方法 这就是选择题里边 案例题也可以 适当的描述 你可以去写出来 你说这个碎洞的碎 你又会写不 你别倒实会儿啊 我给真给你一个描述 我给你出到案例题了 让你指出 它适合的导流方式是什么 我不会写碎洞的碎了 所以现在 如果你真不会写 跟我一起来写一遍啊 因为真的有学员不会写 也包括我啊 我可能写的字 比较龙飞凤舞 但是这个字是正确的 好吧 再次注意啊 这个字是正确的 碎洞的碎 你别忘了 那么韩管的韩 你也别忘了 好吧 这就是咱们提到适用条件 它的字上怎么去写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它的挡水建筑物和泄水建筑物了 那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那么挡水建筑物呢 仍然是我们提到的维研 但是在这个维研 有别于我们分期维研导流法 这个维研指的是什么维研 横向的 所以在这个区分点 我们也要再次注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泄水通道 就是我们建的名曲碎洞和韩管了 对吧 好 那么关于咱们整块 关于它的分类呀 和适用条件呢 就跟大家用两个表格讲完了 那么两个表格讲完了以后 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个题 做两道三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学的到底怎么样 好吧 好 没有问题啊 我们自己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2019年的这道单选题 他说到 某水电站 某水电工程啊 坐了到什么河谷虾宅 两岸地形陡峻 它的山区河段 设计采用全段维研法导流的时候 此工程适用于什么导流 谢谢 什么 碎洞导流 对吧 那么在这一块上 我们需要跟大家注意啊 在以为我们以前 就是一次性蓝段河谷纹纹岸导流 也叫全段 所以在这个点上 我们也叫一次蓝段河谷纹纹岸导流啊 这是一样的啊 它的一个叫法 好吧 好 那么他选到的山区 所以选到的是最东 对吧 我们来看 树寨河床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哪里 树寨河床 用到的哪里 是咱们的前期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的明渠 用到的是哪里 平原 平缓的 那么我们的寒管 用到的是导流量比较小的 好 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呢 就是咱们提到的第一个单选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第二个单选 它的要点 怎么着说呢 就是通过你的建筑物 让你去选 它用于什么时段 我们来看啊 通过设置到混净土 霸体中的敌孔导流 这种方式 多用于分期导流的哪里 六没错吧 用到哪啊 你有建筑物了 你得建呢 所以用到的是后期 我们选到的是四地 对吧 这个要点上我们要注意啊 那么首先你要判断 说它说的什么 初准备阶段 我们不设计 我们什么初期和中期 我们也不是 要不要用到前期 要么我们用到后期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学会去做相应的单选题 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做到案例题 做选择题 觉得一点问题没有 来做到案例题试试 来看啊 一起来看一下 这道案例题到底怎么去考大家 说某抽险加固啊 它的主要内容有什么呀 泻红炸 它的加固 还有这个灌溉寒冻的拆除重建 大坝的加固 工程所在地的主训期为六到八月份 好 那么我们学员有没有知道 这个训期说六到八月份 它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 这个一个常识性的点 没有特殊说明 一个月按三十天 他说主训期是六到八月份 它是六月一号到八月三十号 所以我说到的常识 我们学员一定要再次注意 有题是应对相应的案例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说泻红炸加固和灌溉寒冻 拆除分别安排到两个飞训期施工 所以在这一段话 我们提到的两个飞训期进行施工 对吧 那么来看泻红炸和我们相应的灌溉寒冻 这提到了 施工导流的标准呢 为飞训期五年一遇 现有的 现有的啊 说现有的泻红炸和灌溉寒冻 均可以满足飞训期导流的要求 好 我们看我们来时间了啊 说2011年的10月1日开工 每个月按30天计 这就是给到我们相应的点 A 排到两个飞训期 而且现有的我都可以满足飞训期的一个倒流 我可以干什么 轮换着去做 对吧 因为安排到两个飞训期的 你比如说 我的泻红炸安排到A 那么我的灌溉寒冻就安排到B 因为我施工A的时候 我这个B啊 它就进行倒流 我施工B的时候 它就A已经满足了通水条件 那么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呀 你歇着的时候 我来干 我来干的时候 你来干的时候 我歇着 就是抖班呗 这就咱们所说到的 互为倒流 通过你的建筑库 来get到 它如何去互为倒流的点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题目之中是怎么样的啊 说控制性节点呢 节点呢 有出现加固呢 我们的完工时间是2013年的4月30日 那么泻红炸加固具备通水条件 给了一个T 那么灌溉寒冻重建 并具备相应的通水条件 是2013年的3月30日 你需要看到这 哎呀 这道题是不是特别难呢 我还真不会 我跟你说了 我们要去分析了 好 我们来看问题啊 说指出表中控制节点T的最迟时间 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他说是最迟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和谁有关系呢 当然和我前面的一个背景资料有关系了 好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啊 题目好好看 太快了 我们一起在那分析一下呀 说泻红炸和灌溉寒冻拆除重建 分别安排到两个飞行器施工 好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问题呀 就让我涉及到某一某一某一天 那么我们怎么入手啊 就找到背景资料里边 和时间相关的 两个飞行期是什么 两个飞行期是什么 来看第一个飞行期啊 说2011年的10月1日开工 那么他的开始时间 就是我简写啊 2011年的10月1日 那么第一个飞行期到什么时候 第一个飞行期到什么时候 说到2012年的5月30日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飞行期 第二个飞行期呢 是从2012年的什么时候开始 第二个飞行期 第二个飞行期从2012年的什么时候开始 9月1号 对吧 到什么时候截止呢 我们来看他的完工是什么时候啊 2013年的4月30号 那我如果不看完工的话 我们就知道他 2013年的什么时候呀 5月30号 对吧 我先来说老师到5月30号 对吗 对 但是我们后边提到了 完工日期是4月30号 所以我们需要尽量把这个 和我们后边的点 连接起来就OK了 为什么的第一遍过得很快呢 就是我们要get到 他让你干什么 我们再去细分析 每个案例的重要点是什么 好吗 好 这个没有问题啊 4月30号 那么我们就来看了啊 他说安排到两个飞行期 我要轮班着倒了 那我就来看到这个点上 说谢这个灌溉寒洞啊 他的拆除并重建呢 是2013年的3月30日 我就要去判定 这个属于的第一个飞行期 还是属于的第二个飞行期呢 属于的哪个飞行期 第几个 哎 属于的我们的第二个飞行期 也就是我的第二个飞行期 我才去见到我这个灌溉寒洞 那我第一个飞行期 我见谁 我第一个飞行期 我见谁 我要去见的 就是咱们提到的 炸了吧 谢红炸了吧 是不是 哎 那么谢红炸他说让你谢红炸加固具备 铜水条件 什么时候 你得在训期来临之前 做吧 完成吧 他说来着安排到两个飞行期施工啊 所以他的最迟时间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晚结束 不要给我写什么6月1号 晚结束 如果我说开始 你是从早开始晚结束 虽然他都是一个24点一个零点 基本上是同一时刻 但是他的描述是不一样的 零点 属于另外一天 24点 属于前一天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别给我写上 20 5月30号 晚12点啊 就写上那一天 就OK了 好 没有问题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学员能盖得到吗 那么我刚才都说了 我们做案提要养成一种习惯 我们先去粗略去读一遍案例背景资料 读上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细分析我们这个背景资料里边 它到底有什么和我们的问题结合 然后再去做相应的计算题 解除相应的答案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就是说我们要轮班 这儿说泄洪闸和灌溉寒洞 重建分别安排到两个飞行期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呢 互为导流 互为导流 轮班着去做这个导流的工作 这个大家要去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它的问题 就是提出它的最迟时间 说明理由 刚才我们提到了 说最迟时间是2012年的5月30日 如果你的答案是这样去写的 我的建议是不给你分的 不好意思啊 建议是不给分的啊 应该写什么 你得和它保持统一啊 人家就写了2013年的4月30日 你非得给我写2012.5520啊 530啊 这样写吗 是不 现在就形成一种习惯 你要认真去对待每一道案的题 那么你写的就是应该是2012年的5月30日 别给我写点 点什么点 啊 那么理由就是互为导流 那么因这个灌溉寒洞安排到第二个飞行期 所以这个谢红炸就应安排到第一个飞行期 那么6月份呢 我们要去进入到主讯期 所以它的最 要在5月30号之前 我们完成相应的推出条件 对吧 所以在这个要点上 我们要再次注意 好 它的理由 我们也要注意了 那需要说 老师 我说理由的时候 我不是这种表达 可以吗 可以 只要你能偷出 他们两个 是两个飞行期施工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安排 就是因为要互为导流 那么6月份要进入主讯期了 所以5月30日 我得有它的导流方式 具备相当同时条件 明白了吗 理由不会组织语言的 那咱们后期会给大家相应的案例题 帮大家去组织语言 当你读的多了 写的多了 你的语言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 这是我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告诉大家的 理由不会说给出标准难 我必须按这样走吗 理由我们会以关键字词 来给到大家的相应的分值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去放心 好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够忘了啊 好 那么这就是咱们讲到的导流方式 那我们需要休息吗 给大家讲一道案例题 浪费的时间还是比 花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 那么就是因为咱们去 现在做的案例比较多 所以后期呢 只要能涉及到案例题的 我都会给大家一起去在课上 帮大家一起去完成 做案例题的一个 呃 思路啊 打我们答案的时候 他的注意事项啊 以及相应的技巧啊 帮大家在案例题 从现在就打好相应的基础 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